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大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瓷器鉴定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辨别这个明代成化年间的这个豆采 天字罐它的真伪 因为这个豆采天字罐呢 也是这个瓷器史上的一个名词 一个名品 那么市场上呢 有很多很多的房品出现 那么也有一些人呢 这个有各种头衔的这些人物 他们手里头也有这些所谓的这个豆采天字罐 但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头衔 你有什么样子的所谓的这些东西吧 那你发出来的这个图也好 或是你所谓的这个视频也好 一句话 东西到底真与不真 自己东西自己会说话 那么因此呢 在鉴别这个成化豆采的天字罐的时候呢 还是我们要依循这个所谓的五个大的方面 那这五个大的方面里面呢 也包含了一些这个细微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老化痕迹 这个老化痕迹呢 是包含在太佑这里面的啊 我就不会说的单独把它列为一个项目来讲 因为它是从属于这个五个大的项目 那这五个大的项目呢 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你所谓的气形啊 以及太佑 还有这个青花或者是材料的发色啊 以及这个文室的布局和绘画 还有就是底足和款制 那么元代那时候呢 以及明这个早期啊 所谓的这个红武啊 这些啊 建国文时期啊 都没有所谓的这个款制 那么在永乐一朝呢 这个款制呢 也是目前存世的上面来看 只是在这个啊 所谓的鸭手碑上面啊 有这个转字款的啊 以及在一些这个田白柚上面 有一些暗客的款 其他的还没有出现 有其他的款制 所以呢 这些作为基础知识呢 都要了解 了解了之后 那么详细的了解呢 我是刚才说的 那个五个大的方面之后 你就可以辨别一件此起的真伪 当然这需要 更多的这个实践啊 那么我们就看一看这个 这个成化豆彩天字观 它怎么样辨别真伪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要看它的气形 那么我们讲过哈 无论看什么东西 我们首先第一眼看的就是气形 气形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成化时期 这个天字观呢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产品 因此呢 现在这个防品呢 层出不穷 但是呢 防品呢 可以这样说 分为低房 中房和高房 甚至还有一种叫做 金房或者说复刻 那么 金房和复刻呢 通常呢 是这些这个 做房古词的这些 公司 他们可以拿到 真品 可以进行这个复刻 这个复刻的作用呢 是为了给 博物馆 博物馆用它 做一些这个房品的目的 是为了展示的时候 替代真品 甚至是为了安全起见 它并不是为了说 去盈利的目的 而且呢 它通常都跟这些 这个房古词的公司呢 嵌有这个协议 这个合同当中明确的规定 它不可以说做 更多的 而且呢 它做出来几件 它都是有监督的 然后呢 它可以要 选了 比如说其中最好的之后 圣案也要销毁 这都有合同规定的 那么在气形上 真品的这个天字罐 大家一定要留意到 天字罐 无论是稍微长一点的 还有这种矮一点的 都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 大家看 它的这个 所谓的肩和腹这里 它这个弧度 是比较圆润的 那么这个房品 这个肩腑这里的这个弧度 不圆润 这是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所有的天字罐 我们看这些 无论是 存饰的这些标准器 以及在育药厂出土的 这个所谓的肺的器物 它的盖本身 是有弧度的 盖顶 这有弧度的 向外稍稍突出来一点 那么这个房品 它这里是平的 这个一下就毕掉 没得讲 一下就毕掉 因为 这样跟大家讲 在过去官瑶里边 为了要追求 所谓的标准化 规范化 它当时没有这个名词 但是呢 它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 它在用模具成型的时候 是统一的标准 这个是没得讲 如果你了解 这个官瑶的生产的 这个流程和规范的话 就很清楚这一点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要看看胎用 第二就是胎用 那么 成化这个 胎呢 咱先说哈 它的胎呢 有薄胎和后胎两种 但是无论它的胎是薄还是厚 都是特别 这个 坚硬和细腻的 从它的幼水上来看 幼水上呢 它有两 也是有两大类 一类呢 就微微的这个白柚 微微的闪青 还有一种呢 有点像甜白柚这样 那么 这是这个 标准器的 这个幼水 这个是 现代防品的幼水 大家自己看 它所谓要追求 什么有肉红色呀 什么 那个是在灯光下照的时候 会有 但是在正常的光线下 它不会出现 这是成化词的一个特点 因此呢 它的这个幼 就完全是达不到 对吧 你说它是白柚 就是白柚闪青 它没有 你说它是这个 甜白柚 它也不是 对吧 它这所谓的 有这一种 这个肉红色 这是它在 这个幼水里边 加了一些 这个 其他的东西 做出来是这样 比较恶心的效果 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要看看了 这个豆彩的 材料的发色 那么 材料的发色呢 呃 呈瑶呢 我们就成化一朝的这个官窑 我们简称呈瑶了啊 呈瑶最大的特征呢 就是它的红色 啊 这呈瑶的红色 大家看 呈瑶的红色啊 非常的鲜艳 而且呢 它是专门做来 用来点缀这些花蕊呀 或什么 以及这个 在一些这个 气形上 它进行这个 填这个 一些气形这个 图形的 而且呢 它的这种红啊 有这个浓艳的 还有浅淡一点的 但是通常都是浓艳的 但是这个 这个的啊 我们看 它为什么 我们说它不对 就是因为它这个发色啊 这个 过于浓艳了 啊 过于浓艳了 啊 然后呢 它的这个蓝啊 这个表面上 我们看 哎呀 很淡雅呀 这是不是这个就是 就属于这个 呃 成瑶的这种 所谓的平等轻啊 不是 因为它这个啊 有点偏蓝了 啊 就是过于蓝了 啊 而且呢 它这些这个 无论是青花啊 还都是浮在 表面上 根本就没有下沉 这就也是一下就 毙掉了 第四个方面呢 我们要看看的文式 以及绘画 那么 文式和绘画呢 我们看 成瑶的文式呢 虽然画起来看呢 大家看又很幼稚啊 或怎么样 它是一种 啊 这种写实和写意的结合 啊 那 它画的呢 虽然说是很 看起来很幼稚 但是它画的还是很精细的 啊 大家还要注意啊 并不是所有的啊 成画的这个斗彩 都一定要像这样的防瓶 这样突出在表面的 不是啊 大家看这些这些这个 存饰的这些标准器 就能看出来了 不是所有的都要高出来 只有积个别的材料 啊 会高出一点点 啊 而且呢 各种的这个 文式的这种啊 表现方式啊 也是 非常的 啊 千巧 啊 我们看这个 灵芝云 啊 看这灵芝云画的啊 然后再看他这些啊 啊所谓的这些花卉呀 呃 甚至这个火焰纹呢 甚至这些这个画的都很很差啊 尽管是他也是说的 所谓的用这种斗彩的 呃 在清料在下面先勾勒出来 这个花形啊 什么的 七 这个 文样的 形状 然后在上面再填彩 但是画出来的还是差很多啊 你看了这个真品 看的多了以后 自然就能对比出来 第五个方面呢 我们要看看的这个底足和款制 再有就是底足及款制 程瑶的一个特征 大家一定要记住 他的这个底足啊 通常是啊 比较细的 那他这个底足啊 漏胎这块 这底足就太粗了 啊 另外这个天字观 这个天写的啊 你再跟这个天对比一看啊 这就这完全就把它 毙了啊 再从这看这个用 也能看得出来啊 这个用不伦不类做的 是吧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画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 您可以看到我们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 再次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再见